韩国男星宋陈县与中国女星刘亦菲自从公开了恋情之后 就不断地传出两人分手的消息 不过通通都被两人的经纪公司否认 今年8月底刘亦菲在中国办29岁生日派对 宋陈县虽然没有高调的公开示爱 但据知她也有低调的参加派对恭喜女友 10月5日轮到宋陈县的40岁生日 她的一般村中好友 好像李炳县、李明廷夫妇、苏智谢和申东叶等 也有参加宋陈县在江南去举行的生日派对 而话题的焦点刘亦菲 据说也以女主人的身份到场 逐政两人经过一年多的风风雨雨 依旧爱的甜蜜 第二天宋陈县所属的事务所确认 刘亦菲的确有参加过生日派对 但事务所强调这是一人的私事 所以不做详细的回应 问到刘亦菲在韩国是否有其他行程 事务所方面也表示 对于其他的日程并不清楚 反正说 lol 泪兩化 可政公oter 冷痱 没什么事 这就不雨 带兔亚 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